在无锡江边一阵寻找 我们首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岸边的山壁之上 竟然密密麻麻地刻上了许多碑文 难道这就是政要们兴趣之所在 价值的衡量 用我的话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就是无价之宝 价值年成 虽然字迹清晰可变 但我们却着实被眼前所看到的景象惊呆了 一幅巨大的石刻矗立在距地面 将近三十米的山壁之上 通过粗略的估算 每个字至少高为两米 而且笔画工长为正规的形凯 从落款可以确认 巨型石刻乘于宋代 可我们却在纳闷 这么高的字是如何写上去的 是怎么刻上去的 是个米 因为这么高 这一共从地面我们量了一下 它有三十米高 这一个字呢就有两米三 纸巾两米三 比一个人还高 这四个字 如果是当年在上面直接写上去再刻的话 必然打架子 然而在从事了三十多年磨牙石刻研究的养老看来 胜受万年这四个大字 即使在当时要通过搭架子的方式刻在石笔之上 也不太可能 但是打架子呢 你必然会靠那个石笔要靠得很近呢 你要是人站在那个架子上面要来写字呢 那一个字的直径就有两米多高 一个人才米多高 是不是啊 那怎么回避来写呢 这是一个问题了 你要是离得很宽很远的话 那也不可能嘛 养老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 因为有后来修建的平台 在平台上搭木架去清理 并不存在很大的困难 为了验证养老的说法 我们请来了当地的工人 为我们按照最原始的方式 做搭建平台的尝试 根据工人的介绍 这种平台确实能够达到30米的高度 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要有硬地面支撑 第二平台要紧靠山壁 而这两种条件 却是当时最不可能满足的 为什么不可能呢 按照养老的分析 首先平台靠近山壁的话 就不可能写成如此大的字 而且后来的雕刻也是很大的问题 其次杨老说 现在这个平台都还是七八十年代刚修建的 以前这处绝壁完全就直立在湘江边 没有任何可供人行走的平台 如果要搭建木架 湘江边松软的沙土 是根本承受不起木架和人的重量的 因此搭木架也不太可能成型 我们在周围看了一圈 确实如同养老分析那般 那这么说来 这幅句字又是如何写上去的呢 在宁乡的秘印寺中 有一处景观为诗人所探知 万尊金佛镶嵌在大殿之上 最高的金佛离地也有四十余米 根据当地学者的推断 这些金佛很有可能是通过雷土法 也就是不断堆高土层 将人送上高处后再进行雕刻 那么在无锡 存在这种可能性吗 有人说很可能是把这里背着土 用土填上去 填那么高 但是这又是靠着河边 这个河岸那时候很陡 这都是一片沙 河沙呀 又怎么能把它填土填得那么高呢 所以确实这是个难题 确实我们也没办法来研究好 我们仔细观察了无山的地形 竟然发现山顶上正好有一处缝隙 于是我们产生了这样一种猜想 当时人们是否可以从缝隙中掉绳下来 将人掉上山壁后再进行书写呢 那也不可能 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要把它圆了刻的字 我们可以用绳子掉下来 要把人就在上面刷 这才可以 你要是在上面写那个字呢 那就更不能写了 养老将我们仅存的猜想 也毫不犹豫地否定了 因为吊板十分摇晃 而书写句字必须要力道十足 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身体 也不可能写出如此大字 现在我们也很多游人都在这么猜这个办法 确实这是个谜 现在这也说明了 古代劳动人民他们的智慧 你要是还有人说水位高了 等到水位高的时候 你可以用船在上面写 那也不可能 那也不可能了 讲水时间不强 最多是这么一天半天就退水了 是不是 那也不可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